海豚教育室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凡志宏 那今天呢 一样是一个不舒服的一天 那海豚呢 也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就像昨天海豚哈拉秀讲的 就是目前的盘面 短线多空落加速呢 再次回到工方扩张 那海豚的策略就是 目前没有破线的股票呢 就怎么样 就持续的hold着嘛 就是希望他可以撑过这一波修正 但是破线的股票呢 海豚就是砍啦 就是砍 顺便将资金使用率 以便呢 下一次多头呢 好做行情再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手上有现金 可以去买更强的部位嘛 更好的部位 那所以呢 今天海豚也是 今天就是 整个盘面就是很不舒服啦 很不舒服 指数呢 虽然没有跌太多 加原指数 应该说全子股呢 大部分都跌幅 就是都有跌啦 但是跌幅都不大 台积电平盘 但是贵买指数 就吓到人了 跌1.48% 而且呢 是跌破了 这个 11月初 11月1号那天的低点 那等于说 套牢区呢 就出现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 低 破前低 那高 没有过前高 所以短线就形成什么 一个 第一破前低 高不破前高的空头浪 所以等于说 贵卖指数在今天呢 就变成是一个 转进的一个空头趋势 所以就 延续昨天 在哈达秀跟大家分享 就是中小辛苦 最近真的很不好操作 真的很不好操作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 手上部位有遇到停损 像昨天也聊了很多 关于停损跟 砍单的这个 或后续会遇到问题 或是 该砍没有砍 该砍没有砍 后续可能会遇到问题 那昨天也跟大家都聊过了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 最近手上的部位 就真的 然后不对的呢 就是先解码再说 像即便展望再好 它会破现了 就代表买盘自身不够强大 那就所以才会出现破现 就跟大家 就是来 分享一下 就是海灯今天也有股票停损 虽然说还是有很多股票 我撑住 但是开始有股票 也在开始在减弱 在出场 那当然啦 昨天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开始往全职这边去 慢慢的低接 去布局 那这个部分也持续有在做 那就看后续 指数这边什么时候 可以正式的质问 当然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11月1号这个低点 最好是不能破 至少是不能收破 不能收破 因为如果收破的话 就会变得比较麻烦 不止整个修正时间会拉长 短线市场 情绪跟这个 情绪跟这个心情 也会非常不好 那当然也会最近 最多人问到可能就是说 到底在跌什么 到底在跌什么 其实主要 第一个啦 就是直观来讲 比较客观用数据来讲 就是台币非常的弱势 那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台币的弱势呢 基本上对于它加权指数 台股来讲 就是一个卖出的动能 因为钱开始从台湾流出去 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贬值 往上是贬值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他说川普交易的影响 那当然有可能 但是也不是只有川普交易 导致台湾弱 因为最近就真的只有美国强 那除了美国之外呢 像是日本韩国欧洲 各大主要股市 基本上最近都很弱势 最近都很弱势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就是要有心的准备 先扛过这段时间 或许明天就会变好 但是也可能要一段时间才会变好 总之我们就继续追踪跟观察 然后再回答多路加速比例的部分 坏消息是空流加速持续的上升 而且上升的速度还蛮急的 然后多路加速还有19.77% 但是这个数量基本上也不算多 因为强势股也非常少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是坏消息嘛 好消息是呢 空流加速已经来到52.93% 其实你快接近60%的一个空方过温的区了 所以如果说在这下真的进入空方过温的区 那搞不好开始有一些轮动轮弹的机会 就要来临了 那到时候我们就再来看看 市场上没有冒出新的机会 然后另外对于最近的盘面的话 那当然就是有涨都是涨一些新的AI概念股 所以搞来搞去就还是AI 还是AI相关的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头痛的地方 也比较头痛的地方 那这个就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了 那当然今天的主题一直都没有讲 就是说盘面持续批软 全村的希望就剩它了 希望是谁呢 大家猜猜台积电吗 也有可能是 大家台湾要靠台积电 但是我们这次可能要借助一下 黄爸爸 我们的 我们的黄仁勋黄爸爸 就是在下礼拜 礼拜三要开财报 回答财报 那究竟回答财报能不能重新燃起呢 是这个至少指数了 这个假设我们都在往全职去做布局的话 那这个指数上涨 对我们往全职布局的人 竟然就有利了 但中小会不会好起来 说真的还不知道 我们就只能说下礼拜三 我们一起观察一下 这个回答财报 到底有没有机会带动指数脱离 目前疲弱的一个窘境 至少你全职要先起来啦 海伦常常讲嘛 你全职先涨起来 到的地方先震荡整理 没关系 因为你涨起来之后 趋势回到多方 大家信心会好一点 那你全职进入整理之后 钱就会留到中小辛苦 那这个轮动基本上 都是过往常发生的事情 那也希望下礼拜 我们可以重新看到指数复活 然后进而有机会带动中小一根的复活 好那今天分享的 就简单到这边啦 那昨天公布CPI数据大师 是回复合市场预期 那其实昨天CPI公布之后 也像昨天 只能说这个对只有对一半 因为昨天海豚在这个直播的时候 哈拉秀直播的时候有提到说 如果这个CPI数据开输来的数据 让市场有正向反应的话 那搞不好有机会带动这个市场 慢慢转好 结果的确CPI数据公布出来之后 美国期值马上出现大涨 那台股昨天夜盘 指数夜盘甚至昨天涨100多200点 但是呢 随着美股开盘之后 甚至是那个12强赛 台湾6比2 6比3 赢韩国之后 可能庆祝行情就结束了 然后就开始软下来 延续到今天的下跌 那今天晚上也还有中华队赛事 大家可以看盘看着闷 不想做研究 像海豚现在就很疲了 就有点神仙啦 就是也不知道要看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晚上一起帮充豪队加油 那另外也就关注一下9点半 这个PPI数据市场有没有一些正向的 这个发展跟影响 然后明天凌晨4点是包我要做谈话 好那今天分享简单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那一样还没叫海豚带生活圈的 赶快加入 还没追踪海豚粉丝团 赶快追踪 虽然双十一活动已经过了 但是还是可以利用右边的免费服务表单 加入海豚 中华海豚的学员 好那我们分享到这边 我们就下礼拜一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